今天呢,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整屏,分成两块屏,就是先屏的这个右边,这个先屏左右边都无所谓,但站到中间屏,一次性屏,这个可能到最后会出现这种左高右低,或者是右低左高的这个情况,那现在呢,分开屏,右边已经差不多屏了,咱现在屏这边, 咱开始破解这个整屏,这个呢,就属于是大土,这个大土多的呢,先把这大土呢,大概的露一遍,先把这大土露掉,然后再开始屏,接着这边,收小臂,太大臂的屏,跟前面接住,但一般呢,就是在我们屏的时候呢,就是有的呢,喜欢下大臂,有的呢,不喜欢下大臂,就是这样收小臂,太大臂,就这样,就像这样, 没这样,但像这种情况,在这个小臂,来,再来一个,小臂就是到这个,不到九十度,快到九十度,就开我手,这个位置,从这个地方开始呢,就已经慢烧坡了, 再来一个,这样拉过来,就这个地方呢,就开始慢烧坡,按照挖机的这个操作,一般我放出去这节都能拉平, 就是快到九十度,不到九十度,这节慢烧坡,因为这样抖一下,从这个地方就开始高了, 然后我们直往后退,后退呢,就是小臂呢,能放到我们刚刚,就是九十度, 监察的那个地方,然后我们再下半个压尺,一个压尺,这样捋一下, 涮一下,然后先把大土呢,然后拿着,先把大土给拿一下,大土拿一下呢, 收的话呢,好收一点,小臂放出去,这样再捋一下, 其实,一直重复这个东风,小臂放出去,小臂以外的我的东西可以拉平, 就是小臂以内的这个,下大鱼一点,不好控制, 就重复这个东风,把大土拿掉, 大土呢,这个还不能往边上丢,这个还要垫后面呢, 就一直慢慢的往后带,其实这个找平呢,是要耐心的, 招招积极的,干不着好后,就耐心一点干, 不敢从就是,大土这里接,接查, 从大土这里接查到这个就, 只会出现这个往后屏越屏越高, 接查到就要接到前面,就是, 小臂就是, 第一下子到九十度不到九十度那个地方接查, 这样顺过来的话呢, 其实它,就是这里会高一点, 不会导致这里高,你要从这里接查, 接着接着接着就越接, 台湾的出现这个慢上坡了, 这就是一些, 还有一些职位呢,怎么整着,整着出现这, 整高了, 就是,就是这样整高的, 然后全往后退了, 接查呢,就在这里接了, 九十就是顺着这个, 起坡的这个面再接, 所以我们小臂放远一点, 这样接, 这样刚开始那放出去的稍微慢一点, 稍微慢一点就是, 小臂,大臂走起来, 然后再加快,再加速, 这样可以接查, 接得好一点, 不会出现这落地杂坑, 也可以下大臂的, 你看,这种下大臂了, 不到了, 还要做一下台大臂, 放小臂这个动作, 其实这个呢, 就有点慢了, 一直这样, 手小臂放出去, 然后手小臂放出去, 可以再放出去, 感觉这样呢, 还稍微够快些, 台大臂呢, 就是, 无形中的再增加, 就是这个, 油耗, 呵呵, 其实就一直重复这样就行了, 感谢大家观看哦, 大家有什么意见的, 可以在评论区评论出来, 咱们一起破解这个人种品呀, 谢谢大家